回危三年的新北敬老 现役歌仔戏强势回归 由副市长朱涕之 是一会副议长成空元 率各局处首长与议员们同场现役 演出全新戏码云开月明 吸引千位长者一起欣赏好戏 舞会一起重洋敬老的歌仔戏 已经是第十年了 过去三年 因为新冠疫情的一个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像这样子 大家实体的一个演出 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演艺厅里面 满满的人 满满的所有的好朋友 阿公阿嬷大哥大姐 带着所有的家人来到我们这边 看我们的重洋敬老歌仔戏 今年的歌仔戏依然有多位议员 及各局首长粉末登场 其中参演多次者 如陈洪源副议长刘美芳 白佩如议员 而首度登场的包含副市长朱蒂芝 新闻局长张爱津 原民局长林伟茜 等各局处首长 另外还有多位新生代议员 除了让人耳目一新 也象征传统戏曲文化 传承生生不息 为了你们啊 我们是薄命演出你知道吗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记忆 所以我们的传统记忆 需要很用心认真的去学习 我们这样子草草的上场 就是有这种效果 这样子最主要是薄军一下 祝福大家快乐健康 凯博大宽平全联有线电视 也出动工作人员 协助全程录影和剪辑 将于12月24日晚间6点 在新北市各家有线电视的 第三频道联播 让没有到场的长辈 也有机会在家欣赏到 这一场精彩的演出 记者罗伦宏 卢云轩采访报道